主料,和香菜600克,猪肉末300克,中筋面粉800克,辅料,盐,酱油,料酒,胡椒粉,花椒粉,糖,香油,葱,姜,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面粉加适量水合成光滑面团,饧半小时,肉末加辅料里的各种调料,除葱姜蒜外, 搅拌洗净盐要稍多一些,以后加了茴香就不再加盐了,茴香切末,加入肉馅里,加葱姜蒜末,搅拌均匀,饧好的面团揉光滑,搓成细条,切成小剂子,煎面朝上压扁,改顺中煎厚饺子皮,包成饺子,水烧开,锅里放点盐和葱,下水饺,点三次水就好了,盛出扇桌,香喷喷的茴香 肉饺,吃了就会爱上它,烹饭技巧,肉馅鲜脚打起劲,再加菜,做成的饺子鲜会成团不散,老人说盖锅煮皮,开盖煮屑,三开的饺子两开的面,煮饺子十点三次水就熟了,锅里放点盐和葱,煮饺子不破皮的妙着我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